台北市長蔣萬安來到大同區視察環境清消 因為8月9號傳出有一名十多歲的男性感染登革熱 這也是台北市隔了三年之後的首例本土登革熱確診案例 市府一早就派清潔人員進行環境消毒 各岸居住的地方半斤100公尺的範圍進行了一次的清消 對於資深員的部分我們家也清除戶外的部分 對於任何有容易積水的地方 包括盆栽包括廢輪胎等等 我們在特別比較小小巷弄 我們都會再次做一次噴銷 蔣萬安強調這名確診個案過去曾到過台南 疑似遭到感染後回到台北住處 由於登革熱潛伏其長 針對同住家人市府也持續監測 蔣萬安呼籲市民要嚴正以待 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隨時清除住家附近可能滋身並沒聞的容器 登革熱因為他的潛伏期比較長 所以我想我們會對於第一個 至少這個個案依照規定 我們會持續的監測到8月31號 另外我們對於個案的同住家人 另外有三位 我們也即刻的做了相關的處置 平常我們就有在監測蚊蟲 看如果偵測到有害的蚊蟲 假如密度比較高我們就會清脂 包括清除這些容器 還有做噴銷的動作 台北市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透過跨局處合作 極力杜絕登革熱疫情 針對12區同步展開清硝工作 同時提醒民眾 如果出現發燒頭痛 肌肉關節痛等登革熱疑似症狀 應該要儘速就醫 減少傳染風險 記者邱順明台北報導